多准的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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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两位叫来的目的是 粉丝们都很希望说 能快点的这个等级 但是因为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呢 有一点点延迟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 专辑的小巨头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多吃点东西 多吃点东西 这是好吃的 一天三顿 三天一顿 三天一大餐 七天一小餐 加餐是不是 偏题了 咱们在说什么呀 偏题了 我们现在不是吃东西了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聊专辑的事情 然后怎么一个巨头方法呢 有说吗 哎呦 蜘蛛给我吓一跳 这怎么会有蜘蛛呢 一蜘蛛就相当于一喜了 一喜呢 蜘蛛又叫喜猪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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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发财没有 这么多张脚 你都买袜子他们不归 我觉得如果是在有这么多脚的情况下呢 他们应该会很富裕 可能就是 价钱反而会降低 如果是反而 你的一定身高的话呢 会遭到很多人的抵制 不光是人 包括多数动物的抵制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看 就那个卖袜子 他那个线的材料呢 我觉得 他如果材料好的话 会有很多人去买 但是他可以把价格放低 所以更多人能去买 所以他 世界首富 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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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明瑞先生谈的 谈论这一番话 让我很有感觉 这首歌曲风就是 比较神秘 是 哇神秘 比较狂野 狂野 比较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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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是牛蛙吗 兄弟们 你看 你第一眼见到牛蛙的时候 你不知道 因为他和青蛙很像 是不是他给你一种神秘的感觉 牛蛙的长现很狂野 这也不用我说 因为都怕 对吧 虽然吃起来很像 但是他长得还是很可怕 这次我们拍照的时候呢 就是 他是 拍封面照 拍封面照的时候 有很多拍照的方式 就是比如 拍我自己的时候 他是 把我拍出来很多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同的 你的性格 给他 爆发出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 可能不一样的一个什么点 虽然表情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人格 可能比如我这个表情 我是开心的 我内心 我现在开心的 可能 我现在开心的 真的很开心 而比如我这个表情 我很生气 看得出来吗 就是不同的一个表情啊 就是不同的一个表情啊 可以有很多种理解的方法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在自己来说什么 我胡言乱语 但是我就是觉得他这种 我真正正的 我觉得 说一说带 带着� 大师 这个人格啊 给他爆发出来 因为 就是现在 就是可能我表现的给大家 我非常的青春 但是有可能我不是这一面 你是比较青春 或者是 有一天我会把我 另外一面的就是比如性格什么人格给爆发出来 或者是在一个什么作品 一个什么封面 一个杂志 反正你不可能看不见 我觉得很棒啊 我首先说的是 听到 听懂 没太听 要不再解释你 我错了 我开玩笑 我听懂了 我听懂了 不你没太听 你听懂了吗 其实狗狗想告诉他要是 你现在我不说了 你听懂了吗 都不要迷失自己 没太 其实有这个声音 把他试试上的东西 也要做你真正的自己 没太听懂对不对 是不是没太听懂 不是你如实为了我 其实是 其实是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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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没太听懂 是不是 懂了懂了懂了 真的是不是没太听懂 就是不同的特级 对 就是不管你听没听懂 这件事是可以 假如史册的 我知道史册的伟大了 可以值得大家去讨论的 所以咱们现在 所以咱们现在的问题 人类到底描不描小 理论上来说 人类是已经达到食物链上的顶端 但是 其实 但是 我们只是在自己一个安全的范围以内 从别的 人类是食物链的顶端 是谁来说的呢 是谁认定的呢 人类是食物链的顶端 是谁说的 科学家 你去跟科学家拍了 科学家是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他们研究 他们研究 他们根据研究 你可以去百度上搜 百度一下 你告诉我 怎么搜我 搜 搜 所以人类到底是不是最强大的 我现在来为你们 我又说 为你们解答 你看 首先 先站到食物链的顶端 但是 我们是通过别的方法 通过别的手段 让我们自己在安全的情况下去 得到别的食物 但是呢 其实 比如像我们这种陆地生物 我们这种陆地生物才占了30%多的 居然敢 说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 百分之 30% 固定面积降了30% 我知道 在其他70%或者60%或者50%的水面级呢 还有什么很多未知的生物吗 你就确定你是食物链的顶端吗 你确定那种高 特别高级的那种生物 它们就不是食物链的顶端吗 只是咱们没发觉到 它们把很多的海洋生物都吃掉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有很少的螃蟹啊 大龙虾啊 小龙虾啊 什么的我们很少可以去吃到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饿了 所以呢 现在的导致现在的大龙虾小龙虾 什么螃蟹 什么一些一堆海鲜 一堆扇贝 什么鲍鱼 什么东西都卖得非常的贵 你说是不是这个原理 你是不是饿了 所以人类不是世界食物链顶端 如果是食物链顶端的话 那我们现在人类根本不会把任何的食物把它的价格裁造成高 你是不是饿了 我堪称这段对话为 世纪访谈 不是 废田 就是在说一些根本没有用的话 到头来 到头来 其实还是这样子比较好 不 文雅一点 毕竟说了这么一大通 毕竟要配上自己的身份 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访谈就已经可以结束了 所以咱们来结合国 人类是不是食物链顶端 不是 好 非常直白 空性答对 聊完人类的未来的话题之后 我们可以聊聊 在人类当中有六个这么高质量的男性 男性 然后他们新发歌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我觉得 我们好好说一下 我们那天拍照的那个 高尔夫场 高尔夫场 对 打高尔夫的 对 我们是在一个打高尔夫的地方进行我们的封面照的一个拍摄 然后传体照也是很帅 希望大家可以多期待一下 就是一点 还有我们服装上面的一些戏迹 我好好说一下 我们这次的服装也是以HIPHOP为主 然后也有一些别的好看的衣服 就比如说我的衣服就很特别 然后第二套你是黑色的时候 那个想起来我穿的时候 我自己都想起来穿 其实我是穿一件就是那个夹克背心 里面搭了一件T恤 很潮流 天下 You know what I mean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